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正确行仁义,来处处天上的想报之后 在这一段,以两种财宝和两个主人的名题,一前一后,包括着这一段的忠心思想,要专心一致的侍奉天主 地上的财富相对于天上的财宝,这个对比的意思很明显 不用多说,至于两个主人,耶稣直接了当地说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以爱那一个 或是依附这一个,以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以又侍奉钱财 钱财的原文是音译字阿拉美文 耶稣只是音译而不意译这个字,是将他看成一个邪神的名字 因为,施奉钱财和拜偶像是无分别的 耶稣说,我们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 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 一般言言,按闪族语言的表达方式 爱和恨不是对立的,而是比较 爱多一些,或者爱少一些 不过,在马头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一道 耶稣是刻意地将恨和爱对立 如果以为可以同时爱天主又爱钱财 那就等于恨天主了 耶稣的门徒要全心全意地爱天主 他们只可以运用钱财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绝对不可以爱钱财 如果要克服钱财带给我们的挑战 目光就要对准焦点 这一段的中心是眼睛的比喻 眼睛就是身体的禁 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 你的全身就都光明 健康的眼睛寓意尊一的异向 那便会有光 相反,如果三心两意就是没有焦点 是不健康的眼睛 那便是黑暗 正如耶稣说 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 你的全身就都黑暗 那么,你身上的光明 如果成了黑暗 那该是多么黑暗 在下文 耶稣将以第二局的图像来解释 为了物质的事而忧虑 而不去思虑天主的事 从样是放错了焦点 在下文明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